嗨 大家好 我是ETtoday的王晶瑩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奧運的第一首報告 那接下來呢 我也會以Vlog分享 疫情下的奧運會是怎麼樣 畢竟相隔一年多沒有 沒有就是出國 然後這次 我是全副舞蹈 就是奧運送的隔離衣服 然後就是我們公司自己出的照 蠻可愛的 然後也蠻透氣的 還有自己買的這個東西 那現在機場就是非常的冷清 之前很少有這種狀況 然後剛進來的時候 海關 然後剛進來的時候 海關 非常的遠 大概五六個站在一道吧 然後 包包啊什麼的 全部東西只要連充電線 什麼都要拿出來 那我的飛機即將在3點五十五分前飛 大概八點五就會到 那到時候會再跟大家分享 對 而且在這間途路進行去 更能非常的麻煩 但是我們就會發現 這段路進行去更能非常難 那個路進行去更能更能 而是我們一直去看 這段路進行去 當著的長人 對 你很吃便宜 一口氣 現在還有對嗎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大家報告一件事 我終於回到飯店了 我居然花了一整天 都在搭交通工具 實在是太累了 而且剛剛又發現一個插曲 就是呢 計程車司機載我到另外一個酒館 所以跟他確認之後 我才又回到了新館 然後現在已經是 日本的時間應該快兩點了 我現在已經精疲力盡 我們明天再聊 明天再繼續收看 我們的ETtoday的運動員 奧運行V啦 那我們明天見 掰掰 白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